日本月球探测器在台湾时间19号晚间11点20分 成功降落在月球表面 成为全球第五个成功登陆月球的国家 熬夜紧盯直播 日本太空迷开心庆祝这一刻 美国太空总署NASA署长也随即推文祝贺 但日本的登月计划似乎美中不足 探测器上的太阳能电池无法顺利发电 不排除与降落时的角度有关 目前只能靠探测器本身电力与地球连接 但能撑多久日本也不清楚 尽管如此这次登月还是创下不少新进路 包括成功在距离预定地点100公尺内精准着陆 有助未来月球探勘 日本登月计划从2017年开始历经多次失败 去年4月发射白鹿号登月舱 却在降落月球前与地面失联 如今日本终于踏上月球表面 但如果探测器无法确实充电 日本的探月计划恐怕又得重头来过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